來到一個古色古香老味道的小城鎮 非要提LUNAS莫屬 歡迎收看北馬搞怪團 我是今天的主持 我是SK 再一次強調 我們不是 我 我們不是 Youtuber 我們是北馬搞怪團 今天來到這個老地方LUNAS 叫我拍一集 老味道 什麼老味道 但是說到老味道 LUNAS真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非要提的 就是這一家 雲吞麵 雲吞麵有什麼樣特別 滿街都有 這個我也知道 不過我找的東西你們想不到的 想得到的你們就去了 你們不去的所以我馬來 我馬來 所以我今天到了 一家雲吞麵 賣了超過半世紀60年 哇 不簡單 不簡單 古時候的做法 新時代的結合 一個60年 三個年齡層的我 一流的手工 哇 到底他們的結合又會是如何呢 期待嗎 走啦 太太咖啡 泰國風味咖啡 純正鮮奶泡製 杯杯香濃 昆泰出品 來到LUNAS也就是燒鴨之鄉 如果你們只會找鴨 那麼你們就有點凹咯 當然齁燒鴨是這裡LUNAS必吃的美食 但是每一天吃都會立馬 雖然這裡是一個小鎮 但其實齁隱藏著無數的好吃的美食和食物 其實齁我們北馬搞怪團更想知道的是 平時魯奈人齁喜歡吃什麼美食 或者是什麼是他們的老味道 歡迎大家收看北馬搞怪團的趴趴趴 據說齁 LUNAS這裡齁 有一家雲吞麵賣了超過60年 而且也是當地非常受歡迎的美食之一 最重要的是齁 不要看這雖然是小小一家不起眼的木屋小店 這家雲吞麵齁 為了不讓顧客等太久 卻要把麵條的Q度齁 竟然開始機械貨煮麵 哎呀 竟然LUNAS有這麼藍綠的東西齁 小地方小麵當 竟然這麼吵 來SK 我們當然要去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還是這老闆是有錢沒有地方花的齁 哇 在我身後的呢 就是傳說中那60年的雲吞麵 60年齁 傳統的做法 結合現代的機械化 看這樣的場面也是很難想像到啦 現代機械化是怎樣 我也不敢講 我也不敢笑 我怕被拔 我們進去看 老闆娘 問看一下啊 看你的手露到很厲害這樣喔 請問你是誰啊 我是新的老闆的媽媽 哦 老闆娘娘 哇 老闆娘娘啊 你弄了這個弄了多久啊 靠近40年了 38 39 39年了 39年了 兩個我老闆娘 那我八十三年到現在啊 我和我一樣咯 我是00嗎 我是2000幾年的 啊 2000幾年 等你兩個我了差不多 我會打老闆娘娘嗎 不能 可以 可以啊 我看你弄了這個很好料這樣子 要吃嗎 我請你 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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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要 看起來就很 它的麵好像很煩狗一樣咩 來做 OK嗎 OK 沒問題 這樣我去做了啊 春啊春 這家老四號啦 已經有60年了 不過你在這邊已經多了幾年了 我借手才兩年了 你借手了 你借手了 然後那些機器那些 機器剛剛好一年 去年算是一買的 哦 去年才買 哦 今年就一年 之前都是爸爸媽媽在做 之前媽媽 媽媽在做 然後 不對啊媽媽 才40年 剛才我問她39年嘛 嗯 然後 上那個袋是婆婆跟姨姨 哦婆婆爺爺他們就穿穿穿穿 穿到來給你 富三代 富三代 沒有 富三代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低調太低調了 小地方都很低調他們的人 OK 這樣子齁 其實我聽到很多人說齁 他們會說 嗯 60年 跟現在的 它的味道好像有一點不一樣哦 你是怎麼看法 現在人 現在人是選擇比較多啊 你覺得不同嗎 你選擇吃一碗沒有很 哦 簡單來說意思是說 OK 其實應該是說 味道沒有變 變的 只是你們在變 你們為什麼變 因為選擇多了 可以這麼說嗎 不可以得罪 哦 其實實話實說嘛 不是說得罪不得罪嘛 原本就是這樣嘛 對嗎 以前我們喝laping都很開心啊 現在 什麼什麼糖 什麼什麼糖 那個又那個糖 太多糖選擇太多了嘛 對嗎 人的口味會變的 真的 只可以說人變了啦 它麵很Q彈耶 它麵很Q彈 我再次買它雲吞 再告訴你們 雲吞皮很薄 薄到好像 豆腐皮這樣子吧 反正就 入口即化 然後 我說好吃不好吃 沒有用的 真的 用你們的腦瓜想一想 一個小小的雲吞麵 它們可以賣60年 它憑什麼賣60年 你用這個思維去想它 要嘛它好吃 要嘛魯奈人不會吃 你自己想咯 不要多多多 老闆 為什麼 你會來吃這一家的雲吞麵 這個以前就 以前就有了的嗎 這間 這間就有了的 就是蠻久 很久了的 我是很久的歷史咯 ok 我很好奇 比較好奇 你吃了它幾年了 我餓咯 因為我是差不多一個月會上來吃咯 ok 經常都會過來這邊吃嗎 如果有過來就會 如果有過來就會 來的是這邊 各幾間的盤 意思是說有經過這個 Lunas的話 就會玩過來吃一下 然後吃了幾年了你們 超過十年了 超過十年了咯 差不多和我這樣大了咯 哇誇張誇張誇張 既然你吃了十年 你覺得它的味道如何 那要吃看 應該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走味 還是有那個古早味 哦 對今天我要找的 製作單位叫我找的 就是老味道 I got it 這家老洋祖傳的雲吞麵 也被稱為 在魯奈大樹下的雲吞麵 是一家傳承三代著名手工製製雲吞美食檔 麵條不管是用機械或者是人工煮 都是保持著很好的麵條的Q度和柔軟度 再加上他家製製的乳汁 叉燒和些青菜 更是讓整碗雲吞麵美味可口 麵條更是QQ彈牙 最重要的是來到這裡一定要點這裡的雲吞湯 因為這裡的雲吞皮 是阿俊老闆親手手工製作的 而且是用大竹竿跳出來的 所以這裡的雲吞皮 特別柔軟好吃 入口即化 謝謝大家觀賞北馬搞怪團的趴趴照 記住我們不是Vlog我們不是Youtuber 我們是北馬搞怪團 這麼多年來其實老洋祖傳的雲吞麵 不管是製作麵條或者是雲吞 還是乳汁製作 都是用著一樣的祖傳的秘方 一樣的老味道 至於味道有沒有變 對我們來說這家雲吞麵 真的屬於好吃的 我們也只能說你們現在的選擇 比以前多了很多 最後也希望大家記得subscribe我們youtube channel 還有我們的facebook pag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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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